古老而文明的中国 自上古神农长草木而织百药 数千年来 中药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繁衍与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传统医药的宝库中 中药汤剂是一块瑰宝 但是说起中药汤剂煎熬的麻烦 常常使患者感到无奈 越来越不适应现代人的生活 如何能够让中国优良的传统中医药文化 融入现代的科学技术 天江药业在国内率先卖出了 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八十年代末 现任天江药业董事长周嘉玲 提出一个 要使中药走向标准化 规范化 现代化 国际化 解决吃中药不用肩 对中药的迹形进行单位中药配方颗粒 课题研究的大胆设想 单位中药配方颗粒的研究课题 是一项改变传统中药煎熬方式中存在的时间 水量 火候 质量 无法监控的弊病 用高科技现代化设备工艺 对符合炮制规范的影片进行提取 浓缩干燥而制成的中药配方颗粒 便于患者服用的中药新型影片的研究 1993年11月8日 具有现代创新意义的单位中药配方颗粒 终于在天江药业研制成功 天江药业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列为首家全国中药影片改革试点单位 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评估 专家认定天江药业制备工艺先进客行 质量标准稳定可控 临床应用安全有效 2000年业内第一家通过国家GMP认证 建成国家中药现代化示范企业 成为国内最大的单位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 总投资数亿元 年加工中药材2万余吨 生产单位中药配方颗粒700余品种 天江药业自成立开始 就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等科研机构联手合作 共同运用科学知识 对传统的本草学加以整理 天江药业拥有一批中医药理论基础扎实 思维创新的高科技人才 公司设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省中药配方颗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与南中医共建中药配方颗粒产业技术研究院 公司注重对员工的现代化技术和技能的培训 为研究型企业奠定基础 传承经典还原真华 这是天江药业一贯坚持的产品理念 为保证中药配方颗粒的产品质量 将中药材产地作为药品生产的第一车间 在全国多个地区建立地道药材采购 种植基地 以中国药点为基石 制定原料质量标准 采用现代技术来鉴别药材真卫 测定含量 全面展开农残 重金属 黄区霉素 二氧化硫等安全检测 严格检验合格后方可入库 单位中药配方颗粒遵循传统汤剂的煎熬方式 对仙煎 后下 令钝等进行专项研究 为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美味药的药用价值 对传统炮制的饮片 根据根茎 花果 全草 种子等类别 以及含糖类 生物碱 带类 脂溶性 水溶性 挥发油等成分 找出各种不同药味的特殊性 研制出不同的工艺规程 由计算机实现智能化提取 过滤后的井膏 进入浓缩锅内 设施40至60度之间 迅速真空处理后低温浓缩 这是经高科技研制的喷雾干燥工艺 瞬间喷雾干燥成为干净膏粉 这种干燥工艺 保证了药物的有效成分不被破坏 水分 含量 符合标准 智力 是中药技型改革中的关键技术之一 这项智力工艺 在基本不加辅料的前提下 掌握了复杂的多样化物料性质 是药物智力的生产工艺 该项发明于2000年11月 火国家专利 天江对单位中药配方颗粒 装量规格的确定 经过大量的研究 要求正负误差低于5% 生产车间是一个10万级的进化空间 具有数十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 为确保产品的稳定性 每道工序都建立严格的监控制度 经检验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 为了保证单位中药配方颗粒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稳定性 天江药业建由国家级实验室 实现从种子到成品的全程质量监控 设立了原药材、井膏、半成品 成品质量监控体系 用先进仪器 在成品质量标准检验中 设立了定性、定量、融化性、细菌检验学 重金属、农残量、黄区酶素等检查项目 是天江药业生产的产品 符合药品食品双重要求 公司用高效液像色谱法、气象色谱法 薄层扫描法、紫外分光光度法 对颗粒剂进行含量测定 控制了颗粒剂的质量 从而改变了传统烫剂 仅凭色、香、味 质量控制不严密的弊端 薄层扫描法是在颗粒剂的质量标准中制定的一种鉴别方法 将颗粒剂与对照药材及对照品进行比较 可以对颗粒品种真伪做出判断 天江拥有智能化的立体高架库7000平米 对库存管理实行严格电子管控 围绕中药配方颗粒研究 共承担国家级课题及项目18项 或国家专利14项 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科研荣誉及称号56项 中药配方颗粒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临床上与全国盛世纪重点中医院广泛开展研究 公开发表了关于中药配方颗粒临床应用与研究论文与签品 先后出版中药浓缩颗粒临床应用与研究 中药配方颗粒薄层色谱彩色图籍等专注数本 对近百个药方在临床上进行了中药配方颗粒与汤剂分别组成副方的分共间的研究 通过国内数千家医院数亿人次 对天江药液单位中药配方颗粒的临床使用安全有效 天江药液对传统中药的剂型改革受到一致赞誉 产品不仅在国内受到青睐 远消海外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且给国内外数亿万人群带来福音 在未来人类倡导崇尚自然的社会里 天江药液仍然坚持健康回归自然 传统融于现代的理念 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